说到广东的时候 相信大家都会想到深圳和广州 这两个地方在我们国家的名气很高 其实广东境内的每个城市都发展得很好 很多都进入了万亿级城市名单里 这不在近段时间就有很多消息传出 广东地区又一座城市将要崛起了 与深圳香港组建铁三角 未来绝对不会输给东莞 这个地方就是惠州 虽然惠州在我们国家的名气不是特别大 但是它在位置等很多方面 都占到了很大的优势 是珠江三角洲的中心 广东地区特别重要的发展城市 红色文化特别浓厚 为我们国家做出了很多贡献 留下了很多让世人都感到特别骄傲的历史文化遗产 工业特别发达 很多在国际上特别出名的企业都在境内周扎 在去年的时候 当地的经济总值就达到了3830亿 我们国家对当地特别的重视 自从港珠澳大桥建立完成之后 惠州与香港 深圳的交流就变得越来越密切 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与深圳香港组建了铁三角 优势特别明显 发展特别快 如果当地能够按照现在的速度 继续发展下去的话 未来绝对不会输给东关